用交通时间算计算的话 因为格文兰科运在科技大楼占就占 所以我走过去就非常非常短了 真审是呢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来验证一个都市传说 这个都市传说非常非常多 我们来验证什么都市传说呢 曾经 楚爹在粉丝专业上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楚爹到底是不是一个靠赛型的实况主 本来就是99.9%都说 是 这样子实在太白蓝了没有 剩下一%你只能说对也没办法说不对 因为那个选项没有第二个 那我们为了验证这个都市传说呢 我们就要一个做一个这个额外的挑战 什么这样挑战呢 大家知道全地球最靠赛的地方在哪里吗 不是路斯三级他妈的 地球上有一个城市 是梦想与机会的城市 听起来是假机身也不是假机身 你在这里只要有足够的运气 就有享用不尽的财富 第二个提示是 诸罗纪世界的 诸罗纪世界 诸罗纪世界 Fallen Empire的 的最后那个彩蛋 想了解了吗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在哪里 那就没办法了 还有下一个提示是什么我想一下 艾菲尔铁亚自由女神 凯旋门威尼斯跟金字塔 有人答对了也是拉斯维加斯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 有人答对了也太棒了啊 正确答案就是拉斯维加斯 澳门线上最大的赌场 希望这里没有澳门 不然我就被干死 所以呢 各位同学 这应该是比伊利欧斯 更了不起的一部作品吧 我觉得以这部 如果可以传成YouTube的话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正在前往 大反光 只上最屌级话 嗯想出发就出发 呵呵呵呵 下一站拉斯维加斯 呵呵 干好爽哦 好啦我们还是要讲这个 这个工商内容故事啊 我们这一次出去不是 不是玩不是单纯去黑皮 我们这一次出去的目的呢 是参加 拉斯维加斯 呃不是 参加魔法风明会25周 参加魔法风明会25周年的 大奖赛 也就是我们以前打过的 香港京都 北京以及 我还去过打你 台北大奖赛 对 只是这一次拉斯维加斯 会是规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 因为它是新出Magic 25周年 而且它有一些 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它有 四个主要的赛制 以及非常非常多的 周边赛制 比方说它有 横跨 十几个系 十六个系列的轮抽 就是它有一天有四场 然后如果你报一个那个七百枚的组合的话 你就可以打总共十六场轮抽 神经病 太屌了 还有很多非常非常特别的 这个会外赛 尤其它这一次现场有一个相当稀有的桌布出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Magic啊 你想想看滑鼠店就知道 你看过雷蛇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会看过有些人的这个排店 比方说游戏王的排店就是滑滑绿绿的 但是在你看过这么多的排店进来 你有听过Magic有一张牌非常非常贵 叫做黑莲花 那你有看过黑莲花的排店吗 这并不是非常非常稀奇 因为在2015年还哪一年的时候 同样是拉斯维加市的大奖赛就出现过了 就做过了黑莲花的排店 那问题来了 你有看过闪的排店吗 让我们秀张图给大家看看 比赛不能实况你傻啦 怎么拍啊 感觉点不到啊 怎么放大啊 我不知道闪的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这个闪的桌布 我当初看到的时候 这是一个GIF动 然后它的那个那个那个桌布动的动作 让我非常非常的压抑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前往拉斯维加市 哥里克五安 以下是加拿大航空的学员广播 请留意您的登记证作为号码 作为号码在14D 14D 陈先生 作为号码44J 44J 陈先生 哪位旅客信号广播请你前方地前约的联络 谢谢 不会啊 黑莲花有赛资可以用啊 哼 有有有Vintage赛资可以用啊 虽然还是贵到爆炸就是了 我也不知道陈先生是谁 好 然后最后要讲的故事 感谢这一次由Saga TTG赞助 赞助我们的旅费 这一次会有两个人去 另外一个还没有出现 会有两个人 会有两个人飞拉斯维加市参加这一次的大奖菜 是我跟豆腐 然后我们的这个 住宿跟机票呢 全员全全由这个Saga TTG 我已经兴奋了两个月的原因吧 没有没有两个月白痴喔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我们说好要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距离我飞 距离今天 就是应该要飞拉斯维加市的时间 只有15天 欢迎是就是两个礼拜后问你 你要不要去拉斯 就是就是 要不要去拉斯维加市 听起来跟你要不要去墾丁一样 这样了解吗 没有没有好几没办法好几个礼拜 另外一个是豆腐啊 打FB好了 然后那个搜寻结果有一间叫MTG Saga 那个在香港不是那一间就这样了 嗯也不是Saga 好就这样了 我就是想把这个时光开完 然后我就要去HAPPY了 YAHOO 然后我们这一次13号飞19号回来 美国当地时间19号回来 台湾回来是台湾时间20号的下午 那 到的第一站是去吃自助餐 呵呵呵 BUFFET啦 第一餐就要吃到爆炸 嗯 第一餐就要吃吃吃吃BUFFET 然后晚上是一个show 不知道豆腐有没有订 没订就尴尬了 嗯 机票不会很贵吗 不会啊 不会吧 我三天前订的我也不知道 没有我会全程实况 可是 嗯 下午的 从现在开始加 我想想看 这里跟拉斯维加是差15个小时 对 没事旅费不是储碟主 没有官方直播啊 这不是官方赞助的 这是私人赞助的 每天晚上都实况 不是吧 不是拉斯维加是晚上吧 我实况 我那个时候算过 如果我下午实况的话 好像是台湾时间的凌晨12点 12点才2点 1 2点 忘记了 我们到的时间是下午3点 好像是台湾时间的凌晨12点 差15个小时啦 我只记得这样 谁还不记得了 嗯 进去拉斯维加是能实况 可以 进赌场可能不行 进赌场要看规定 有些赌场连拍摄就是相机那些都不能带 嗯 我不知道我在我在马尼拉是这样啊 我没去过拉斯菲加斯啊 嗯 啊 就是这样 嗯 嗯 所以有可能我们吃第一个晚餐的时候呢 你们大概在吃早餐吧 呵呵呵 多绝望 呀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干我在后机室你瞎逼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故事了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前两天要把枪弹打完 如果你有观察到 我干 妈的我的电脑快没电了 剩12分钟 我们只剩12分钟可以讲 我们要赶快把故事讲完 这个就跟枪弹会有很多线索吗 如果你有线索的话 我在第一次走进那个爱情公寓那一间的时候 我有讲说 我都还没去过拉斯菲加斯呢 那我后来又讲一句 但快了 大家都不记得 不是直飞 没有直飞了 台湾没有直飞的 大概只能包机才能直飞吧 我们第一站还要去加拿大 呵呵 我们会在温哥华转机 转机之后再飞 给内华达州的那个机场 所以就要很久很久以后了 呵 就这样了 我的这个电脑快要没电了 所以我必须赶快把 这一段剪下来 放到我的粉丝专业上面 然后 我们十四个小时后 下次再见就是 下次再见就是加拿大 我还要入境加拿大再离开加拿大 酷 没有好几个转机方式啊 所以就看了 好就这样了 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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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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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